总之 总之那个不是你 龙姑娘 我对不起你 那碗的确是我 在感情方面 女人总比男人成熟的早 开萌的早 姐弟恋的小龙女和杨过更是如此 林莫愁前入古墓 想抢玉女心惊 打伤小龙女后便欲痛杀狭手 见小龙女危急 杨过抢在小龙女身前大叫 你若想杀我姑姑便先杀了我 林莫愁恶狠狠瞪着杨过 说你这般护着她 就是为她死也心甘情愿 是也不是 杨过朗生打倒正是 林莫愁用剑指出杨过咽喉 说今日我只杀一人 你是希望她死还是你死 杨过藐视的看着林莫愁 然后冲小龙女暖暖一笑 竟将林莫愁的死亡威胁视若无误 林莫愁又肚又恼 欺然常叹 师妹你可真有福气 你的誓言破了 可以下山去了 原来古墓派有一门规 门人中若有人想接上瘾带掌门的衣钵 便需立下誓言 此生不下中南山 除非有一男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心甘情愿为他而死 这一誓言才算破了 而他此生便可追随此男子下山而去 从此双宿双飞 正是从这一刻起 小龙女对杨过的感情发生了质的变化 两人设计多开林莫愁后 小龙女一改往常清冷如冰的状态 神情激动难以举步 想要运功疗伤 却也浮躁不已 见杨过在旁一脸关切 小龙女满心想的都是 反正现在都要死了 咱们还分什么师徒姑子 若是他来抱我 我绝对不会推开 可惜此时的杨过还是个木头 直到小龙女是师父是姑姑 不生贬念 奉若神明 小龙女满脸飞红问杨过 若是世上有其他女子 对你也是这般好 你会不会带她好 杨过只傻乱乱的打道 谁带我好 我也带她好 小龙女一听这话 顿时双手冰冷 翘脸煞白 杨过却还惊慌失措 完全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 可以说若非一年之后 小龙女物把做出恶行的尹志平 当成了杨过 终于脱口问出 难道你不当我是你的妻子 杨龙二人感情的穿骨子 恐怕十年八年也难捅破 尹志平的所作所为 客观上助推了杨龙的感情 却也对小龙女造成了 不可逆转的巨大伤害 然而在向阳城内 小龙女无意听到这个真相后 她的所作所为 却让很多金迷匪夷所思 明明她早已练成玉女心经 又已学会双手互搏 要杀始作俑者尹志平 和胡说八道的赵志静 便如捏死两只蚂蚁 然而她却始终不出手 只是不远不近的 跟在尹志平身后 一追就是数月 不止金迷匪夷所思 就连尹志平这丝 也搞不清楚状况 不知这天仙般的龙姑娘 到底一与何为 为何小龙女 只是跟着尹志平 却不杀她 金庸已在园中 做了一些解释 说是小龙女的性格品行使然 然而小龙女的性格品行 却只是表面原因而已 真正深层的原因 却是藏在尹志平身上 正是尹志平身上的一个优点 让金庸决意饶她一满 的确就跟原著旁白说的一样 小龙女的性情 决定她很难下手 小龙女心思单纯 澄澈如水晶 丝毫不了解世间的 欺诈虚假 红尘的人情广复 所以才会形成 清淡雅致 不染骗臣的气质 而这也造成了 小龙女心智简单 不通事事 不带贬义的说 小龙女的头脑和心智 几乎可以跟周伯通 郭靖一起并称神雕三傻 正因她三人都一般的 心无渣子 醇厚质朴 所以才能一手画圆 一手画方 学会双手互搏的神迹 而心不即使 头脑简单的小龙女 却在一夜之内 连遭双重巨大打击 先是在三十后 听到阎国口口声声 跟大小五说 自己也跟郭福定亲 郭靖黄龙是自己岳父岳母 小龙女如遭雷击 失魂落魄 返回西安城中 却又听到尹志平和赵之剑 在房内争执 弄清楚了那夜的真相 双重打击之下 小龙女一颗心 重重的垂落服装 脑中一时轰轰乱响 如痴如呆的站在窗外 一时竟然移动也不能 手麻脚软肝肠寸断 迷迷糊糊之间 小龙女便问尹志平 你刚才所说的可是真的 得到肯定答复后 小龙女悲苦到了极处 尹志平必来常见 让小龙女杀了她 小龙女却完全不知该如何是好 自便将她杀了 自己也终究不再清白 这简直是剥夺了 她深爱杨过的资格 而如果不能再杨过 自己的未来又该如何 甚至她都开始怀疑 杨过就是因为知道这件事 才会轻视自己跟郭福订婚 这些事情实在太大太复杂 直接击垮了小龙女 简单的大脑处理器 她完全不知该如何是好 可以说之后一直重复不断 不远不近的跟着尹志平和赵之景 正是因为她的大脑已经死机 才会不杀她们不解心头之恨 杀了她们却如何 算了我还是跟着她们 这三个念头不停循环 直接卡壳道追着她俩到了重阳宫 跟资能坊打到半死之后杨过出现 小龙女大脑死机 所以才会只追不杀 只是书中给的表面原因 深层原因却还在尹志平身上 尹志平并非照之贱难的卑劣角色 作为邱楚姬的得意弟子 她在社调中就已出现 因为平生最崇拜师父 便学得如同邱楚姬一样 豪迈刚烈 饥如仇 社调中 尹志平曾驻陆冠英和陈瑶家 三头角猴通海 得罪黄药师后 念肯赴死 也绝不愿偷生求饶 到了神雕中 尹志平又成了全真教第三代中的首作弟子 精明强悍才干由常 马玉秋楚姬都有意让她接管全真教 见了小龙女一面之后 形势才开始荒谬乖章 虽说只要设计小龙女之事 尹志平便开始迷迷糊糊魂不守舍 但在大劫之上却绝不会错 被小龙女追踪时 金轮法王有意拉拢 赵之静立马逃成 尹志平却凛然而言 一谋死则死耳 何须脱臂旁人 而尹志平长教的第一天 忽必烈就派人去全真教 拉拢吃风 以赵之静为首的投诚者 不住叫嚣 尹志平却顶住压力 环势四周 凯然道 众位师兄 眼下蒙古大军南宫襄阳杀欧百姓 若是四位长教前辈在此 他们是受着吃风呢 还是不受 全道不愉而同的教导定然不受 赵之静以小龙女之事 逼尹志平上位之后 自己的丑事暴露 架起长剑直至赵之静 然后目光如电 威言有度 指挥师兄弟把守各个要道 请客之间 众道便互为呼应救援 一切井井有条 虽然最后因未带兵刃 众道是一败涂地 尹志平依然挺力不屈 赵之静禁止咽喉 尹志平却还是宁肯一死 傲然交道不服 不为强敌 不惧生死 坚守大劫 正是这个优点 才让尹志平没有沦为 宋青叔有坦之之流 金庸才决意放他一马 给他一个赎罪的机会 那便是在小龙女 被金龙法王 尼摩星四大高手为公之时 让他不顾性命 加入团战 护卫小龙女 又在小龙女战役全尸 眼看就要被金龙法王砸中时 奋不顾身做人肉盾牌 被金龙法王砸中后背 又撞入小龙女的尖尖 眼见尹志平为保护自己 性命不保 小龙女一枪憎恨 瞬间化为满目怜悯 柔声问道 你何苦如此 而这一刹那的怜悯 于尹志平来说 何尝不是大赦的先月 虽说给了尹志平一个赎罪的机会 却不代表尹志平 没有受到该受的惩罚 幸福的金庸最讲究因果报应 他的武侠世界 从来都是因果平衡 赵志平的常年威胁 小龙女的恐怖笼罩 最后为救小龙女的性命 被金龙法王砸中 撞死在小龙女的剑间 尹志平那玫瑰花下之心 也让自己坠入无边苦海 受到了足够的惩罚 之前无疑撞到小龙女和杨过 修炼玉女心惊时 小龙女受到惊吓 口吐鲜血身受重伤 为了小龙女心安 尹志平立刻夺过杨过的常见 手起刀落 斩下自己左手的小指与无名指 立下重视 若将今日之事偷出半举 便有如之两个手指 而见杨过还是不信 尹志平惨然一笑 你叫我姓名 只要你姑姑说一句话 又何不可 看了这出细节 亦对尹志平有三分敬意 他对小龙女的爱 原本并不卑巫 只可惜一时御令置婚 伤害了小龙女 也毁掉了他自己 至于有种说法认为 小龙女只追尹志平 却不杀他 是因为小龙女 已对他友情 尹志平本人早在原著 做出回应 又难道 他连我一片痴心 终究对我有了情意 想到最后一节 不由面红而斥 暗自惭愧 这自是痴心妄想 你看尹志平本人 都不敢痴心妄想 咱们就别再替他痴心妄想了 笑谈古今书 最看天际人 这里是明著笑谈 我们下期见